不要在一件别扭的事上纠缠太久 纠缠久了 你会烦 会痛 会厌 会累 会神伤 会心碎 实际上 到最后 你不是跟事过不去 而是跟自己过不去 无论多别扭 你都要学会抽身而退 要知道 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 一是太阳 二是人心 生肖兔 生肖兔往往是万柔内刚的性格 他们有太阴加持 虽然一时无法出人头地 但是不会因此灰心 而把大量的时间用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上 当结婚生子后 他们往往能够在贵人相帮下 利用自己的优势 带来财运滚滚 中年后才通力达 生肖龙挡不了他们追求成功的决心 一分辛劳一分收获 生肖龙理想远大 也知道付出与努力 一生也容易获得大的成就 只要有鼠龙坐镇 小人不敢亲近 衰人不敢靠边 身边只剩下贵人环绕 并且子孙后代都能够享福不尽 现在只要熬过大难 财运自然就会来 苟年迟早都会有钱 生肖猪鼠猪的人 性格温和 他们家庭观念很强 凡事都会以家人为重 所以作为他们的家人 可以得到周全的照顾 属猪的人在外面善于交际 能够帮忙的朋友不少 人脉关系广泛 所以只要家人遇到什么困难 或者是事业发展需要帮助 都能够借助他们的力量 一切都将会变得一帆风顺 万事大吉 生肖牛 生肖牛的人做什么事情 都有一股冲劲 所以财神爷将财富赐予他们 不过需要属牛的人加一把劲 属牛的人从小就比较独立 作为子女的时候能为父母分担 作为丈夫或是父亲的时候 能撑起家里的一片天 属牛的人长大以后很有事业心 每天都在努力地工作 黄天不负有心人 在中年的时候属牛的人会发大财 财库会越来越多 每天都会喜笑开言 父母会安享晚年 属鼠人属鼠人的财运历来都是不错的 明天开始属鼠人迎来财气最旺的时间 同有财神正灵 运势不错 在许多工作上也能心想事成 顺风顺水 如果在此刻创业 自食其力 有升官之喜 定能借此大赚一笔 赚得盆满钵满 更是不在话下 感情上家庭和睦幸福 夫妻恩爱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属猪人属猪人一生都有吉星高照 帮福运强劲 今天开始更是运势高涨 属猪人事业财运会有很大收获 在工作上有贵人帮你化解小人 远离霉运 从而好运连连 大吉大利 属猪的人在明天过后会有吉星高照 财源力达 不管从事什么职业的你都会在工作上步步高升 升职加薪 存款翻倍 财富丰厚 生活无忧 富贵多金